国民党主席选举即将在9月25号举行 昨天下午举行的证件电视辩论会 包括有意找足的现任主席江启成 前主席朱立伦 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 以及前张化县长卓博元都有备而来 江启成表示选他自己就是选择未来 朱立伦则是强调 没有人是造王者 2024国民党要赢 国民党主席选举证件发表会 唯一一场电视辩论在四号下午登场 四位候选人分别为国民党现任主席江启成 前任主席朱立伦 前张化县长卓博元 以及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 寻求连任的江启成强调上任 17个月以来的政绩 并表示选他就等于选择未来 我们热爱的中国国民党 来到旧政治与新时代的分水岭 来到停在过去 或是走向未来的岔路 江启成公开承诺不选2024总统 并回击朱立伦质疑党中央太软 而朱立伦则强调2022不能输 只要是最强候选员 求都会把他求来 2024没有人可以称造王者 弱的国民党只会成害王者 2024国民党要赢 就是推最强最好的候选人 我自己受害过 但是我无怨无悔 我们知道国民党就是要推 最强最好的候选人 没有一个人可以自称 他是造王者 朱立伦也不是 证监发表会上破声隆隆 张亚中抛出三大主张 更点名前后任的党主席 张启成和朱立伦 质问国民党变成这样 难道两个人没有责任吗 你们难道没有责任吗 你们都当过党主席 在你们的任内 有做到力往狂澜 波澜反正的事情吗 你们今天凭什么站在这边 告诉我们的党员 你们可以改变本党 而因为起步较晚 被外界认为相对呼声 作为弱势的卓播员 喊出如果当选党主席 将会邀请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来台 并表示不参选2024总统立委 所以博源跟各位报告 我当选党主席 一定是一位专职 无私的党主席 我不参选2024总统立委 我去以全心全力来团结全党 这场国民党党魁之争 将在9月25号改选 当选的人走马上任 就要面对党内的财务困境 12月公投 以及明年地方大选布局等众多难题 四强先礼后兵端出愿景牌 希望赢得最后的胜利 记者朱峰之物提称 综合报道 统合港广捚 3农都展示的 1号